越东某山地综合训练场 数量装甲车快速驶出 向目标地域出发 车长接到命令后 迅速向炮手下打口令 改训炮手杨旭沉着冷静 快速搜索 对敌多个目标 进行自主火力打击 最终将其成功摧毁 随着濒临的增长 越发觉得自己的能力 难以适应未来战产的需要 这就需要我在多岗位 多专业上进行交叉训练 在各个领域上 吹打磨练自己 这次考核 就是对前期训练成功的 一个很好的检验 炮手杨旭 原是一名不战车载员 在这个旅开展的 一专多能复合人才培养中 杨旭经过三个月系统学习 和刻苦钻研 最终取得全部命中的好成绩 为了培养更多负荷人才 这个旅注重从实战需要出发 采取以老代新 换岗轮训的方式 进行自培和改训 在不断学习新技能中 锻造出作战多面手 单一专业难以适应未来 顺息外面的战场 尤其是我们陆战队员 执行任务多元化 因此我们在训练过程中 注重单个成员 跨专业训练 既能驾驶战车 又能阻止指挥 同时掌握炮手专业 打赢未来信息化 智能化战争 要求各级战斗员 具备一专多能 科学应验的本领 这次考核 考核组涉南涉岩考评方案 让考场与战场对接 进一步提升官兵的 专业技能和指挥能力 针对此次考核中 暴露的问题 我们认真查找不足 深入分析研究 下一步 我们将取船补党 对自身的短板弱项 进行专攻精炼 不断提升全英官兵 备战打仗的能力水平